科学家们将写着关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秘密 和一把钥匙锁进了一个特殊装置内 接着设定好时间 等到200年后再让它自动打开 原来在蔑视之战过后 地表已经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为了延续火种 最后的幸存者们在地底建造了一座微光之城 并在其中放置了足够使用200年的物资 因为据科学家们推算 200年后地表或许就能恢复原样 到时候的人们也能通过装置内的秘密和钥匙来重返地面 就这样 科学家们将庄志交给了第一任市长 在由他传递到历任市长之间 可到了第153年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第七任市长的突然暴毙 让庄志就此被遗忘在了角落 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一刻被彻底埋没 20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庄志在悄无声息之下自动打开了 但已经没人清楚它存在的意义 而微光城在此刻也已经游进灯库 愈发频繁的停电 更是让绝望在每个人心中蔓延开来 一度设定新颖的经典科幻电影 其脑洞大开的创意 强烈推荐大家看看原片